纽约地产大亨川普即将就任美国的下一届的总统 正让一些房地产界的业内人士认为 未来的一些经济政策或许对房地产行业有积极的影响 纽约地产大亨川普胜选总统 据曼哈顿玉士不动产公司的负责人张女士介绍 川普的政策似乎将对地产行业产生正面影响 房地产市场其实是会有更多的帮助 那有可能就是说比方说买家更容易贷到款 因为现在贷款是一个比较严格 因为经过我们2009年金融波波之后 贷款是比较严格 那所以他有可能把这个放松 那你当你贷款放松之后呢 就让很多人原本贷不到款变成有能力贷款 那当你很多人就说在进来可以有能力贷款的 你去买房子的话那需求就增加了 在上周末新唐人电视台联合大纪元时报 在纽约法拉盛社区举办了移民咨询会 不只有移民律师到会参与 也有房产公司的人员与会 张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她介绍说新移民来美对房产买卖的很多规则不了解 如怎样合理处理税务 要不要购买保险等 从这个税务律师帮我们的就是买家做分析 怎么样来买比较适合 比方说是要成立公司还是用个人名义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保险 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 我们很多人会忽略到这个保险 等到出了问题的时候就发现 哎呀糟糕就是问题很大 一些华人会考虑对买来的房屋进行改造或装修 张女士也提出建议 那不知道说这边的法规也规定的很严格 就是有时候你即使很少东西呢 你还是要跟市政府申请的 那所以说预设不动产呢 我们结合了是各个不同的专家领域 那就是说很多也是中英文都可以的 房地产律师约瑟夫·波罗多也在当天参与了活动 我们总是愿意帮助人 regardless of their legal status 本次新唐人移民咨询会 吸引了几百位华人社区人士参加 并得到来宾称赛 氛围好像挺好的 然后呢移民局的官员呢 也做了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介绍 对大家呢 了解这个美国的一些移民法规 移民策略啊 我们应该注意和做的一些事情 真的都有非常是非常有益的 来自纽约移民局的博敦女士 也对活动表示肯定 此前新唐人在布鲁克林也办过移民咨询会 据不少参与者反馈 活动相当成功 本次咨询会举办前 活动消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 得到民众互相推送 微信上看到人家转发 然后就看到了 为什么要办这个移民这个咨询会 是因为很多华人在海外呢 因为他语言不通 很多是被骗的 对 但是他们没有地方 不知道到哪去咨询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呢就感觉到 我们的媒体是因为 是在海外最大的华人媒体 那我们应该要为他们做一些服务 法拉盛台湾会馆负责人陈春兰 是本次活动协办方 他对新唐人和大纪元服务社区的活动 大家赞赏 看到新唐人 还有这个大纪元时报 常常办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比如说健康 食品 这个有关社会的职业的 那么我义不容辞的 一定要帮忙 也应该要赞助这样的一个活动 更多社区活动资讯 请您继续关注新唐人电视台 与大纪元时报的消息 新唐人记者李大宇唐成 纽约采访报道